新竹市長高鴻安 今天帶領了義肖團隊 出國到越南考察四天 有議員就質疑 這一趟行程動用了第二預備金 是不符合財政紀律的 那高鴻安也對此做出了回應 講解情況連線給記者吳允謙 好 主播觀眾 今天一大早 新竹市長高鴻安現身桃園機場 穿著一身黑色套裝 戴著口罩裝扮簡約 排在隊伍中 跟著義肖團隊一起出境 模樣十分低調 不過這回為了獎勵 新竹市義肖榮獲 全國競技大賽亞軍的 越南參訪行程 卻遭到外界批評 華廢過於奢華 是義肚用第二預備金 不符合財政紀律 對此先帶領來聽一段 高鴻安的最新回應 民眾的市長 市長和林志堅市長 都是要用了背景來做 因為其實一開始 並不會知道說 我們義肖會不會得錢 所以是一般市民都想 之後才會做這樣的案件 就是律師就會 這樣不算進化大量 義肖團隊也發聲 幫市長說話表示 這次的出國地點 是由義肖來討論決定 具體的行程 都是交由旅行社安排 歷年來也都是這樣執行 今年沒有例外 至於越南縣港的房間 實際上該房型含早餐 約新台幣兩千五百元 比國內一般住宿還便宜 更換也跟著全部義肖 一起搭乘經濟艙 並非是奢華行程 以上現場昨天情況 將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想看更多精彩新聞影音 請訂閱按讚進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